大家好,我是神叔公 今天來玩魔力寶貝 冒險新天團 那這是今天剛推出的遊戲 那我們這集就來介紹新手第一天必須知道的是 那我之前還有玩過測試服 過幾天會跟大家介紹更後面的一些進階玩法 提前看到一些進階玩法 讓大家可以提前做好準備 所以記得按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會介紹更多這款遊戲的攻略喔 首先呢,我們先來講到禮包馬 禮包馬目前我有收集到10組喔 這10組一定要輸入 送的非常非常多喔 如果沒有輸入就虧大囉 那這邊的話呢 連左上角的頭像 兌換碼這邊 就可以複製貼上 我會提供在底下留言之頂 給大家複製做貼上喔 那首先先來講到角色的推薦 一開始會選男女 男生是希恩,女生是烏魯 那這邊男女是沒有差別 就看你喜歡哪個角色 再來選職業就非常重要囉 職業的話呢 會有劍士、魔法師、弓箭手、格鬥士跟傳教士 那這邊我要講喔 可以上陣的角色 總共只有四位 那四位的話呢 劍士跟傳教士 兩個職業是一定要上陣的 一個坦一個補 剩下兩個就從這三個裡面挑你喜歡的 所以你的主角要選哪一個職業 就看個人的選擇了 那我自己以前有玩過魔力寶貝喔 我就蠻喜歡弓箭手的 弓箭手的亂射射起來就很過癮喔 那大家一開始都可以盡量的試試看 主角的話 三師燈以下都是免費轉換職業的 所以你都可以試試看 隊友的話呢 就要謹慎做選擇囉 雖然這些隊友到最後 五隻我們都可以招募到 但是呢 你一開始培養下去的資源就非常的重要喔 那怕大家不知道喔 凱茲是劍士 靈女是魔法師 莉是格鬥士 夏拉是傳教士奶媽 藍絲洛特 他是弓箭手喔 那其實主角會是主力的輸出喔 所以盡量選奶媽以外的職業喔 那弓箭手呢 亂射就是隨機敵人 還有單體敵人 劍士呢 主要是坦克 但是他的攻擊呢 是有全體的傷害 也有單體的傷害 然後再來就很關鍵喔 法師 他的所有技能 都是單體高傷 所以我覺得法師還蠻必要的 打王輸出會比較痛一些 格鬥士 有單體 有氣功彈全體 所以我會覺得 標準的陣型就是 劍士加傳教士 加一隻法師 剩下的一隻 看你要格鬥士 或者是弓箭手 這樣會是比較好的陣容 那配點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用預設推薦的 那隨時都可以洗點啦 那之後再來研究看看 自己點有沒有比較好 但推薦加點其實就蠻好用的 再來講到技能喔 技能這邊 就是有藥草 就去把它升一升 那最重要的就是每10等 他會永久增加一些屬性能力 這個要記得 10等為一個砍 能湊10等就湊10等 然後有些技能是要互相做搭配的 像這兩個都有聖盾 豬刃會進入聖盾狀態 然後這個介教介紹 就是有聖盾狀態 就會額外降低對方的物防 所以這些是要互相搭配的 要記得看這些技能效果 但是初期有的放 就把它全部放上去吧 那這個遊戲就是有一點 放置掛機的要素 這邊是領支援的 那挑戰這個BOSS 挑戰越高 掛機收益就會越高 然後這個時光之力 大家不要早早就用囉 最好是今天打到卡關 打到不能再打為止 再去做刷新 然後免費的用掉 還可以再花魔幣去刷 再來講到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副本這個東西 副本建議大家 全部都把次數買滿 全部挑戰滿 這邊的資源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個月月星成 這個是突破角色用的 還蠻缺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全部挑戰完 然後接下來的每個副本 全部都買滿挑戰滿 拿這些資源 才不會落後別人 然後史萊姆庭院這邊 這邊大家可以去刷新 刷個幾次 不要運氣差一直刷 我覺得紫色以上就可以打了 那最好是刷到金色的 拿到的這個藥草 可以去升你的技能 被拿的比較多 再來就是武道會 武道會這個東西呢 就很像是在爬Rank 那你會說 欸奇怪 為什麼有人會有這個防護罩 沒辦法挑戰他 這個就是挑戰完別人之後 才會出現的防護罩 你如果去佔空位 會是沒有的喔 像我這裡 好這個才9000多 我挑戰他 應該是會贏的啦 看這個他的等級 我應該是不會輸啦 OK 獲勝 獲勝之後呢 我就會有一個小時的防護罩 那打這個就是 你佔領的越久 獲得的獎勵就會越多 再來講到 雜貨市場 這邊就是各種的商店啦 雜貨店這邊 記得一開始 就去把這個魔幣 用金幣把它全部買滿 魔幣就等於是 一般遊戲裡面 課金的鑽石啦 所以這邊可以用買的 絕對買爆 然後這個 歲月星成 也是把它買滿 其他就看自己的需求了 這個時光沙漏 也是之後會用到的 這個 也可以考慮買一下喔 那平常就是一直推這個 旅途的主線 那推到不行 再推 升完角色 還是推不動的時候 就去打這個百人道場 百人道場 也是非常的重要喔 通關一定程度 也會解鎖一些功能 再來就是挑戰這個 會有大量的夥伴經驗 可以去升你的角色喔 就是 主要這兩個 主線跟百人道場 互推就對了 那我們第一天的目標 就是開服目標 第一天這邊 全部把它解完 然後冒險日志這邊的日常 也全部臨滿 那也可以慢慢解周常跟主線 再來祈願這邊 有就去把它抽一抽 這邊就是抽卡片 卡片可以幹嘛呢 可以把裝備插卡上去喔 那隨著主線進行 你會有一件插卡 也會有一件合卡 合卡就是重複的卡片 它會幫你升上更高階的 跟裝備一樣意思喔 然後家族這邊 第一天就要趕快加入一個家族了 裡面會有家族狩獵 這邊狩獵會拿到一些獎勵 再來就是魔王討伐 這邊打王比傷害會有一些獎勵 也有這個神秘商人可以殺價 然後買到之後寵物要用的一些材料喔 這個相當重要 這個也建議把它買起來 再來背包裡面 應該會解到一些實裝的設計圖 那這個其實材料都是從推主線或掛機來的 那這些材料呢你如果去雜貨店買 非常非常的貴喔 建議是不要 除非缺10個以內 你就可以去雜貨行這邊去買材料 但真的是超級貴啦 我建議慢慢來就好了 然後在流行屋 或者是角色的實裝這邊 就會有造型有沒有 這個耳朵超級可愛的 那實裝都是有加能力的喔 那我目前是無課的狀態 現在練到了20等 然後主線推到四隻31 有一點點卡 但是我覺得再掛一下子 應該就又可以繼續推了 目前無課玩起來算是還OK 那課金的話呢 可以到法蘭商會這邊 有普通月卡跟超級月卡 普通月卡可以直接開啟戰鬥加速 那我們無課到一定的關卡 也是可以開啟戰鬥加速的有沒有 我們這邊是有加速可以開啟的 那這邊自動挑戰 也就是自動續關 他會一直自動幫你按下一關 這個功能就是要高級的月卡 不小心就推到四隻32了 我會比較建議要刻就刻超級月卡 如果要二選一的話 這個功能性是比較好的 再來就是手除 手除可以連頂三天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超值大禮包15美 你只要刻滿台幣450以上吧 差不多就可以連頂三天這個東西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第三天有這個螳螂 螳螂是史詩級的寵物喔 也是魔力寶貝最經典的寵物之一喔 那我目前是在法蘭城獅子 那現在是擁擠 我不確定你們有沒有辦法擠進來創腳 如果有在獅子的 可以來加我一下好友 就叫三淑公 那開頭有講過了 我有玩這個遊戲的測試服 所以有玩到高等的一些進階功能 那過幾天我會彙整出一部比較高等的一個玩法 所以請大家要幫我按個訂閱 我會持續的介紹這一款遊戲的更多攻略給大家 好啦感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b